要不要看你 到現在都沒有看人家快樂了 淚眼婆娑 高齡70歲的中阿嬤 已經十幾天 沒見到中風的兒子 由於疫情的緣故無法探視 阿嬤一想起兒子 眼淚就不停的掉 因為中阿嬤她身體的關係 那她很久很久 沒有看到她的孩子了 那我們也想說 在過年期間她這樣子一個人 那她還有一個女兒是在北部 可是呢 她平時就是一個人在這邊 她很擔心她的孩子 兒子尤其現在的兒子中風在醫院 所以她的收入實在很微薄 都靠著剪這個回收品 來維持生活 門口堆積著許多回收品 中阿嬤平時就靠著 賣回收支撐生計 幸虧有華山基金會的關懷 再加上這次中游高雄另游場 帶著婦女會的夥伴們 一起來到中阿嬤的家裡 幫忙打掃 我們在整個物資方面的話 可能我們有辦法去 做一些提供 那人力方面的話 像我們也有辦法去動員 我們的婦女會 這些的話來幫阿嬤做一些真理 讓阿嬤她真的感受到 整個社會的溫暖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相關的這些作業 這些行善的事的話 能持續的做 我們來幫她做一個分類 讓她在這個年裡面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環境 來迎接這新的一年 也希望我們姐妹在這方面發揮各自所長 來幫阿嬤來把這個家整理得更好 床長和婦女會的成員們將回收分類整理好 攜手共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家庭 莊阿嬤感動的直掉眼淚道謝 醫工們就連廚房的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除了幫忙整理家裡之外 也陪伴沒有兒女在身邊的阿嬤 希望讓她感受到社會上的溫暖 記者0加1高雄報導